首爾當然不是只有宏大和尼泰 讓我們帶你去看衛化站的大學路 第一站我們就來到這間超人氣的炸豬扒店 這間餐廳也挺偏僻的 那怎樣找到這裡呢 韓國人很喜歡拍一些食物照片 然後放在IG上 所以其實在韓國旅行 很容易可以在IG上找到很多食物的照片 這個地區叫衛化 然後就加蜜接 蜜接就是代表好吃的餐廳 按進去看 然後有一個餐廳名 然後你開就會開到一個圖片 嘩!很豐富啊 差點蝦多大隻 這麼長啊 比你的臉還長 嘩!很脆啊 我聽到很脆啊 很脆啊 而我叫的這個就是豬柳的部分 很厚啊 說得很厚 但是它又不會很粗 因為它也很滑 它的醬是甜甜酸酸的 蘸了之後就差很遠 很好吃 是不是甜甜的? 是啊甜甜的 有點像 麥樂雞 快點吧,讓我吃你吧 看著它們兩個不斷吃 終於都輪到我吃了 嘩! 通常呢 香港看到的豬頸肉呢 都是很薄切的 它這個呢 是厚切的 嗯! 很美味 但如果你不告訴我 豬頸肉呢 我以為是五花腩 很美味 我們快點吃吧 先吃吧 在炸豬扒的旁邊 我們發現了這間甜品店 顯示照片看起來好像很棒 就算吃飽了 也不可以不吃這個 整台都是邪惡的東西 我餵你吃的好不好 好啊 嘩!好吃 平時呢 對女人的對得比較好 這個? 這個整個湯這樣 對 你不用這麼斯文的了 吃過來吧 整個來吧 好 好,我們乾杯 好,乾杯 要很有儀態地吃 你行嗎? 嘩! 嘩,你咬了嗎? 好多啊 怎麼可以接光那麼多 大藍一點 我這杯就是番石榴檸檬 這個是熱情果檸檬 哇 哇 而且我看他剛才也是用新鮮水果做出來的 除了很多人氣餐廳之外 大學路這裡還有超多街頭小吃 前面有很多人 在吃什麼 這些叫做魚膏 通常就是買一串魚膏 然後老闆就會給你一杯 然後他就會噴湯給你喝 通常冬天就會經常吃這個 因為很嫩 用CMHA的非常亞洲服務計劃 一個月費 就可以在日韓台 新加坡等亞洲15個國家 或者地區裡面 數據共享 真是夠方便 另外還有非常環球 和非常大中華服務計劃 這樣就可以按個人需要 選個最適合自己的計劃 下一集我們會繼續和大家 拍攝大學步 好行又好玩的地方 記得不要錯過了